因應你們的要求,我們來到Manfrotto 我們就很開心,認識到Nick 他講廣東話的 我們將麥克風交給Nick 大家好,我是香港人 在Manfrotto做了很久 現在就剛過來美國做 在NAB看到Ocean 他說要做個訪問 所以我就在這裡了 其實最主要想說一說 我身後面這個Manfrotto的Nitroter N12 新的影片雲台 其實Manfrotto有很多影片雲台 之前一直都是在Counter Balance 可能會有一些設定 是比較有限制的 例如說我們之前的 502、504、500頭 都是一些很流行的頭 但是有很多顧客都想說 你會不會出一些 可以做Counter Balance 即是Counter Balance 由0去到最高的值 都可以一直調教的雲台 其實Nitroter 就是因應這樣的要求 而推出的 嗯,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我都不太明白 Counter Balance Continuous和Continuous的分別是怎樣 對,首先其實Counter Balance 很簡單 就是當你放了一部相機 在雲台上面之後 其實它會有重量 如果你不鎖它 其實你向前向後 它都會向前或者向後 撞頭 即是慢慢掉下去 慢慢掉下去 其實這個情況你是不想的 你想就是在你不鎖 不鎖相機的情況下 它都穩定在某一個角度上 其實Counter Balance 就是當你的相機向前撞頭的時候 它就好像有一個反助力 這樣推翻上去 而你向後面也是一樣 如果你的Counter Balance 你另一個選擇就是 可能有Step 即是一級一級的調 但問題是 你每一個 Videocamera的setup 重量都不同 可能你加支咪 或者加個LED 其實重量已經不同了 如果你有Continuous 你就可以做微調了 調到最適合那個 setup的Counter Balance 就會固定得好些 如果你說Step 可能你 設定到大約4KG 但你的 設定大約是3.5KG 其實它的反助力 就會強了一點 就會彈起來 那你就不會穩定在某個位置 這樣 那Continuous的意思 即是 你可以調到它 可以留在那裏 是的 其實在我旁邊 這個就叫做Nitrotect 12 那這個就是Nitrotect 8 那8和12就很簡單 是它最大的Counter Balance 那個公斤那個乘重 那12呢 其實它可以由4KG 去到12KG都可以做到一個微調的 那8E這個Version 就由0至8KG都可以做到 是的 那這個其實是它最大的分別 外殼方面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 而N12又有一點點不同 除了它強一點之外 就是它的快插板會長一點 因為它預料是給一些大一點的機器用 那所以 有長一點的快插板 如果你想做一些Balancing 譬如說 將中心的位置設定得好一點的話 有塊長一點的快插板就會方便一點 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控制它的Counter Balance 強弱的一個旋扭來的 那其實Nitrotect 它用的Counter Balance System 是用一個Piston的System 你看到這裏 其實它是一個Piston 是的 那有一個活塞在那裏 那你通過這個旋扭 其實控制活塞的Power 那如果你扭到它弱一點的話 它的Counter Balance 的力量就沒有那麼大 那你扭到另一邊的話 它就會強一點 那所以 其實這個按鈕 主要是控制 Counter Balance 那個強弱 那其實如果 我現在展示一次給你看 那你按這個位 推迷下去 你就會開鎖 那 那時候 比較老款的Manphoto的Plate 就要這樣按進去 現在這隻 其實你可以打側 這樣拍進去 就可以了 那其實跟平時 Manphoto的Photo腳架差不多 很容易就可以卡進去 OK OK 那大家在香港的朋友 如果有興趣對Nichotek的話 記住 我們香港是有Manphoto公司的 記住打給我們 或者上我們的網站 Manphoto.hk去看一下 我們馬來西亞和台灣 是會有總代理 那你就可以聯絡回 當地的總代理 那如果你想知道 哪一個是總代理的話 你去回Manphoto.com 它就會告訴你 哪一個總代理 就找回他們買這個運台 就OK 好 謝謝 拜拜